夏天是大海的味道 是下过雨后的泥土味 是咔嚓切开的西瓜味 夏天还是满大街的烧烤味 都说烧烤们营养又不健康 为啥我们就是忍不住想吃 说起来这和人类的基因有关 当我们的老祖宗南方古园 在森林里讨生活的时候 每天就吃起果子树叶 偶尔掏个鸟蛋 虽然够天然有机 但营养不足 尤其缺乏蛋白质 所以他们牙齿大脑子小 脑容量只相当于一瓶可乐 之后猿人越来越能挡 终于吃上了肉 一代代下来脑子也越来越灵光 再往后就有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 火 最开始人们用火的方法只有一个 烧烤 火能让肉变软 好嚼好消化 从前一天五个小时嚼生肉 现在每天只要一个小时 消化系统压力小了 本来给肠道的耗能配额 转手就给了大脑 火还能杀死生肉里的细菌和寄生虫 所以烧烤越吃越聪明 越吃越健康 不爱吃烧烤的 都被淘汰了 烧烤好吃吗 还用问 至少对大部分人来说 生肉没啥香味 但放火上一烤 香味立刻就出来了 肉里面的氨基酸 油脂类和糖类在高温下生成很多挥发物 有的是黄油味 有的闻起来像坚果 有的闻着像酒 有的味道像香蕉 组合搭配在一起 统称就是 馋人的肉香 烤不但生香增味 还能让颜色更好 外国学者一直在研究一种神秘的 梅拉德反应 原理就是还原糖类 氨基酸 蛋白质 经过复杂的反应 生成棕色物质 用大家都懂的话说就是 金色的烤面包 红亮亮的肘子 油汪汪的羊肉串 为啥不论哪种烧烤 都是一股异国风情或少数民族风情 而汉族吃的大多是这个 这个和这个 因为有段时间 老祖族们太矫情又太抠门 一开始 大家的烤肉吃得好好的 礼记里还说 吃烤肉的都是文明人 汉高祖留帮喝酒时 也喜欢整点小烧烤 齐民药术里还专门有一张讲烤肉 可是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 老祖宗们觉得 烧烤不用锅碗瓢盆 太粗鲁 开始偏向煮和蒸 这些烹调方法不仅不扯繁杂 不明觉厉 还更省燃料 搞得妖精们抓住 唐僧都附庸风雅地想蒸着吃 现如今 谁吃饭还考虑大脑发育和节省燃料啊 所以我们本能中 对烧烤的偏爱就一发不可收拾 只有这件事能让我们少撸两串 肉类烤焦时会产生致癌物 还是那句话 脱离剂量弹毒性都是耍流氓 按正常食料 致癌物基本不会超标 还不如多操心一下露天烧烤导致的空气污染呢 当然 烧烤虽然好吃 也绝对称不上健康食品 但是 基因决定了我们就是爱吃烧烤 你说咋办 想第一时间看到这么多有趣的视频 就快点击订阅按钮 订阅视之官方频道 想结束更多知识 扫描二维码或者打开微信 搜索视之 更多新鲜有趣的内容 等你来拿 视之 知识 看得见 你来看得下来吗 你来看得下来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